小姐姐家养了一条德木狗 名叫黑虎 虽说是条猛犬 但是黑虎却异常地乖巧听话 他陪伴主人多年 一直深受小姐姐的喜爱 另外 小姐姐还养了一只花猫 名叫小面 一直以来 小猫跟黑虎都市相亲相爱和睦相处 然而在半个月前 德木却在外面玩耍走丢了 从此再也没回来 小姐姐伤心不已 为了缓解对黑虎的思念 他又另外养了一只小土狗 小土狗到新家没几天很快就融入了新家庭 成了小猫的新玩伴 他整日跟着小姐姐去干活 围绕身边倒也很快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正当小姐姐以为再也找不到黑虎时 他意外接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要去找我们家的德木 我们家的德木已经走丢很久很久了 刚刚一个朋友打电话说 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一个社区 看见了我们家狗 天天都在让你跑 好像都在那个周围 已经很久很久了 小姐姐再三确定 通过朋友发过来的照片 证实了这只流浪狗 确实是他家的黑虎 我一看 那不就是我们家的狗吗 激动的同时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黑虎怎么会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郊区去 莫非被人抓走了又逃出来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家狗 会跑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 得知黑虎还活着并且能找回来 小姐姐激动万分 他带着食物连夜开车 去把狗狗找回来 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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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老板 天才把他喊出来 人家喊他都不得着 丢失的爱犬失而复得 小姐姐激动的心情无法言喻 高兴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 令他头疼的问题 现在我手都不敢放 我放了他会去咬那条小狗 小姐姐把黑虎带回家后 曾经那个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家 如今出现了新城员来顶替他的位置 这让黑虎既气氛又无奈 就连曾经跟他一起玩耍的小猫 再看到这位昔日好友时也面面相去 小心翼翼不敢靠近半步 小燕 过来 他有点记不住了 他两个本来天天在家玩的 但是有点记不住了 想不到走丢的这段日子 家里来的新的竞争者 黑虎对眼前这只小土狗虎视眈眈 准备给他一个下马威 看到这正式的小姐姐吓得拉住 黑虎不敢松开手 动啊 坐 别动 那个狗狗是我们自己家的狗狗 不能咬他 他非常清楚松手的后果 要知道高大威猛的黑虎一口扑过去 咬上一口小命估计都没了 而小土狗更是一脸胆战心惊躲在角落里 吓得瑟瑟发抖 正眼瞧都不敢瞧一眼 好怕这个狗去咬他呀 现在我吼住的狗不敢动 那个狗狗不能去咬那个狗狗 不能弄那个狗狗 那个狗狗是我们家的 那个狗狗是我们家的 那个小狗狗 坐 坐 别动 对 别动 就在这儿别动 那个狗狗是我们家的 那个小狗狗是我们家的 小姐姐反复训话 叮嘱黑虎千万不能去咬小土狗 他自己也不清楚在走丢的这段日子里 黑虎是变得更加凶狠残暴 还是像以前一样乖巧听话 在主人的大声斥责下 黑虎一肚子委屈和怒火 他无处发泄 只能不停地走来走去 在往后的日子里 小狗狗看见黑虎 更是远远地掉头就走了 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就在小姐姐以为 黑虎和小狗狗不能和睦共处时 没想到几天后 他看见了意外的一幕 两只狗狗亲密地腻歪在一起 不断亲吻撒娇 熟悉模样就好像是 认识已久的老朋友 一点陌生感都没有 这让小姐姐感到很惊讶 虽然不知道期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看到他们相处得那么好 他内心十分高兴 或许小狗狗也懂得 自己要想在这个家庭生存下去 还是去讨好眼前这个大家伙吧 用自己撒娇卖蒙的方式 去融化德木的心 慢慢地两只毛孩相互依靠 面对小狗狗的撒娇卖蒙 飞虎也变得温柔起来 满眼宠溺 不再凶巴巴了 这暖心的一幕 也让小姐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再也不用担心 小土狗的生命安全 狗狗们能和睦相处 这让小姐姐满心欢喜 红石黑虎该是多么的幸运 能在走丢后一个月 还能被主人找回来 希望两只毛孩子以后 陪着小姐姐快乐幸福生活吧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赞关注下期再见